按照安排火种成功采集之后 接下来就是火炬传递 首棒由希腊滑雪运动员安东尼乌完成 第二棒则交到了中国冰雪运动推广大使李家军的手中 作为中国男子短道速滑昔日的领军人物 李家军四次踏上冬奥赛场 为追逐梦想全力驰骋兵场之长 李家军从1996年荷兰海格世界杯赛1000米比赛中 为中国男子短道速滑夺得首个世界冠军后 便开始横扫世界各国顶尖选手 为中国代表团夺得20个世界冠军 开创了世界短道速滑史上的李家军时代 赛场带给李家军许多荣耀时刻 也让他品尝过遗憾 最刻骨铭心的一次是 1998年长野冬奥会的比赛 当时李家军顺利进入了男子1000米决赛 就在他冲向终点 眼看要夺冠的一刹那 跟在身后的韩国选手金东胜 突然身体向前 不过一只冰刀的距离 李家军就以0.053秒的微弱差距 与中国男子短道速滑的首枚冬奥金牌 失之交臂 四年后的盐湖城冬奥会 李家军又一次闯进了男子1000米决赛 作为此前两届世锦赛的该项目冠军 他渴望能在冬奥赛场冲顶 然后就在最后一个弯道处 李家军奋力超越时 与其他选手发生碰撞 再次与冠军擦肩而过 2006年 31岁的李家军带着伤病 第四次走上冬奥赛场 他竭尽全力 第三个冲过终点 获得了中国男子短道 在那届冬奥会上的唯一奖牌 冬奥会后不久 李家军宣布退役 他将中国男子短道冬奥冲金的接力棒 交到了年轻队员手中 而他不懈追求的执着精神 则成为后来者的榜样 如今作为北京冬奥会的 中国首棒火炬手 李家军对新的任务满怀期待 得到这个消息 当时心里非常非常兴奋 也非常感到荣耀 因为作为冬季项目 我参加过那么多冬奥会 但是却从来没有说 能为冬奥会冬奥会做点什么 正好这次能够有这个机会 我也希望把我的任务完成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